新一开始先带来看的是建设喜讯 位在西屯区的市镇路贯穿七旗市镇中心 沿途双半大楼林立也行经台七四线闸道 车流量大 是台中市区重要的东西巷道路 而相关的延伸工程呢 更是地方期盼许久 这一天终于是在市长卢秀燕的主持之下 举行了动土典礼 未来有望作为台湾大道的替代道路 有效的疏解台湾大道 以及工业区周边的道路车流 市长卢秀燕带领众人一同动土 准备迎接崭新的道路 位在西屯区的市镇路贯穿七旗市镇中心 是台中市区重要的东西巷道路 相关的延伸工程更是地方期盼许久 而18号这天终于在市长卢秀燕的主持下 举行动土典礼 因为台中市最重要的一条干道 就是市镇路的延伸工程今天开工 那这条路台中市等了20年 经过5任的台中科学园区的理事长 经过5任 那就是台中市民最期盼的一条路 那因为它本身就坐落在台中市的黄金地段里面 所以征收费用特别的高 两公里高达70亿元 市长指出市镇路在民国94年都市计划 就划定将现行环中路路口溪延伸到工业区 是市民最期待的建设之一 也是自己当初竞选市长最重要的证件之一 两公里的长度预算高达70亿元 但为了交通和经济发展一定要坐 那这一标工程呢长度大概750公尺 它是从工业区一路一直到安和路口 那这期间呢有两个学校 有安和还有鞋和两个学校 所以我们在工程设计上 除了我们道路交通之外 我们也坐了一些桥梁跟学校将来的通车上面更安全 那另外我们也有水利工程 还有我们把旁边的东大溪也带入我们的景观设计 所以这一条不只是一个交通的疏解道路 将来也是一个景观大道 建设局表示设证路延伸工程分为两标 第一标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 预计113年底完工 第二标从安和路到环中路 目标骑乘是114年全线完工通车 记者杨周环台中采访报导